明星故事会一天几个明星故事 话说呀 郭德纲是相声界的WiFi 谁逮着谁蹭 最近又有人要蹭他了 这有人拍一个电影叫相声有江湖 完全照搬了去年相声有新人的模式 这里边有好几个去年很敏感的人物 新杰 李红杰 周培炎 还有横小琛 这四个人主演的 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内容呢 主人公叫新杰 就是去年花眼片那个本色出演 大学毕业之后 找不着工作 干什么气呢 突然间在电视上看到 有一个相声竞技的综艺节目 报名吧 自己从小就喜欢相声 报名之后 哎呀得找人点播一下 于是找到了当地非常著名的相声老艺术家 这老艺术家谁演的 叫横小珍呀 就去年国德纲对他大加赞 掌赞横小珍 找他点播之后 点播完了 参加这个综艺节目 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参加节目的过程当中 碰见了两个点评嘉宾 这两个嘉宾 一个是周培炎 一个大名鼎鼎的相声公是李红叶 里边还出现了去年很敏感的几个热词 你这都不叫个玩意儿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 这明显的就是复制了去年相声有心人的 而且里边的词 搬过来都不带改的 导演还说 就是为了蹭热度 没关系 我们就是为了蹭热度 蹭热度 人家挣点钱也没什么关系 挣点流量也没什么关系 再一个你说像心结 鸡潘 仙二哥马腾祥 还有李红叶 这几个人参演这个节目也没关系 毕竟当年老的并不是特别和睦 你说其他的人 像横小珍当时郭德纲对他大家赞赏 你再有周培炎差点就招进了德云社 而且那句你走也来得及 居然出自他的嘴里 哎呀怪不得郭德纲说 相声真是一个江湖 只有利益没有情意 你当面对他挺好的反手 就是一巴掌 各位您觉得像没有江湖怎么样啊 心疼郭德纲五分钟 您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评论 明星故事会一天一个明星故事